哈喽,大家好,我是Steven,中国大叔在越南。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秋。 前段时间呢,阿秋失业了,然后呢,星星太好。 那我来越南休假,然后看看他。 我很幸运的,我们现在又找到工作了,对吧? 是啊,以前还有人说我是卖财。 我不知道是,我说错,还有,我就毕业了这个, 星星有一个很难过吗?我第一次见过这个社。 他表达可能大家听不太清楚啊,或者不太明白。 那我老婆呢,她失业的时候呢,有做一个视频呢, 大概就介绍了一下情况而已啊。 然后就有,有的网友呢,就这样说,啊,现在开始卖惨了。 我同情。 嗯。 那一直来,我们都是有工作的。 那我们呢,只是呢,就说在工作之余呢,拍拍视频呢,拍拍影片,分享要生活极次而已啊。 那还有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影片上问,哎,中国大叔。 啊,那谁谁谁,啊,大陆人呢,在台湾骗钱骗捐。 嗯。 你又怎么来看? 或者你有什么想说的?要不要来解释一下? 那别人做什么,我没有办法去左右,对不对? 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做好自己。 那首先。 因为我们都有一工作嘛。 是的,是的。 还有做YouTube,就我们喜欢, 喜欢了我就拍一些。 喜欢这个,嗯,什么,分享和你们,就我这么辛苦。 那就是,呃,想什么呢,对吗? 是,是,只是分享一下生活而已。 都可以做吗? 是,我看,因为,确实这一波呢,受到影响冲击特别大。 那因此呢,我觉得,哎,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哎呀,很多就是,台湾人还没有到越南,是吧? 是,是,是。 我们可以介绍这个,那个地方可以玩。 嗯。 可以什么生活,多少钱。 买地买赛钱,我怎么调答。 是,是,是。 嗯,确实要受这一波影响啦,那,很多,台湾的粉丝,朋友观众呢, 对大陆的博主呢,有很大意见。 而且呢,真的,真正剑打的冲击到我们。 嗯 那旁门 这个到台湾去骗捐 确实实是非常不应该 而且给所有的海外大陆国主 都带了非常不好的印象 但是作为我本人 我对别人怎么讲 我不能去左右别人 我所能做的就是做好我自己 然后坚持自己的基本原则 有自己的道德底线 有很多朋友一直来问 中国大叔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 还有呢 人家自己发出影片之后 他又说 中国大叔又如何来评论 其实这种人家做什么 无我们 真的左右不了别人 如果你觉得 他是有骗了你的钱 或者是说 那他有欺骗 欺诈你 诈骗你的钱财 或者物品 那你完全可以去告他 没有问题的 在大陆呢 国台办下面呢 专门有人受理 涉台的案件 而且呢 是快速回应的 这样的事情呢 在大陆呢 它属于涉外事件 涉外事件呢 政府都会非常优先的去处理 那如果您问我的话 那我所能做的 只保证我们自己的 粉丝观众呢 不要去上当受骗就好 那还有很多朋友 把的怨气 带到我爱人身上 那我们 我和我爱人呢 都是有工作 那我老婆虽然是失业一个月 但是现在已经顺利找到工作了 那月薪也有1500万 虽然比不上台湾 但是呢 在越南生活中啊 还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也是一个经济 非常独立的人 那在这里真的 那谢谢大家 那么一路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啊 那还有很多朋友呢 说中国大叔 你不要用台湾的名字了 我说可以的 没有问题 又说我们 怎么样 不是台湾人呢 就不能做台湾频道 我说OK 没有问题 又说我们呢 不做台湾频道呢 会饿死了 那我看我几个月下来 没有做影片 也没有饿死嘛 那还有 还有更离谱的 给我们扣帽子说 哦 中国大叔 他一直坚持呢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我说您这样讲的话 拿出证据来给大家看看嘛 赶紧揭露揭露我嘛 他说 又这样讲又说啊 即使呢 没有公共场合讲过呢 有私下跟自己的学生这样讲 我说我有跟哪个学生讲呢 您也拿出证据来 或者说您把他邀请上来做成影片 来揭露揭露我 让大家都认识一下嘛 好 是不是感觉真的是 这个 这些啊 以前都是没有的 都是有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对我们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冲击啊 那我也希望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呢 擦亮眼睛 不能一棍子呢 把所有人全打死 好了 那如果以后呢 大家呢 可以说 哎 还是对我们支持鼓励的 请点赞啊 关注我们的影片 那如果不喜欢呢 没有关系 大家完全可以封锁哦 那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哦 我自己本身也感觉真的很难 那以后呢 我们会做影片呢 请注意来旅行美食分享好了 哈 哈喽朋友们 OK朋友们 那刚刚给大家讲了一波这个 现在给大家介绍 介绍越南的美丽城市 县港 那这是美丽海滩 县港位于越南中部哦 交通呢非常便利 大家在台湾过来呢 可以从台北台中或者台南的高雄 飞到河内或者湖之明 然后转机过来 那你也可以直接飞过来 因为我觉得河内过来比较方便一下哦 大约的话差不多一千台币哦 飞机票 然后这边呢 然后这边呢基本上就一条沿海滨的大道 那所有城市都在这边 然后大家呢到县港之后呢可以选择 那如果是您喜欢比较高档的可以住在比如说皇冠加尔酒店 那一晚上三千三百多块 如果说比较喜欢经济实惠的那可以住海龙大酒店 它的英文名呢是Dragon Sea Hotel 一晚上呢只有88人民币 大约不到500台币哦 但是很方便 那可以看到海景 离海边呢大概两三百米 房间也蛮大蛮干净的 有278平方 然后呢 有小阳台 那你可以直接呢 在阳台看到海 OK这是住宿的哦 就是您可以选择高档的或者是经济实惠的都可以 那到海滨来游玩了肯定是要品尝美食 那如果说大家又想看海景又想品美食的 那就在这边沿海滨大道呢 它有日本餐厅韩国餐厅台湾餐厅 华人餐厅还有各种的越南特色餐厅 Hello 你好 如果说 如果说你想去经济实惠的那可以去两条龙那里 龙桥那里呢 还有越南的这个市场本地特色的夜市 那也可以品尝本地美食 那到香港呢 品尝一下这里的海鲜哦 海鲜的话 还可以食斑鱼的话 60多万月顿 呃一公斤 那我们前天品的是大概 一斤 哦1.3公斤 大概70多万哦 70多万一点点 还是很不错的 那这边是越南的 海港城市 县港 那非常适合这个台湾朋友们的审美观点啊 这里呢 海滩人少 但是沙子呢特别细 海水特别湛蓝 而且真的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OK我们看一下这是沙滩排球 傍晚的时候会有很多人 现在呢 呃天气比较早 好 现在是中午时间 那这个沙滩排球旁边呢 还有露天咖啡 面条那海 呃还有酒吧 都是蛮不错的 那我们看这边还有 钻石海酒店啊 很多都不错 而且相对来讲 县港这个位置确实 价钱不贵哦 很便宜 很适合度假 那到县港来玩呢 大家可以去一下县港博物馆啊 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如果天热的话 上午大家可以去一下博物馆 然后呢 那也可以去爬山 那对面有白色观音雕像呢 就是呃巴拿山 那上面有佛手 很大的佛手 越南的佛手 而且呢 你还可以呢 有很多海上项目可以玩哦 这边摩托艇 还有这种像盆子一样的啊 船滑着在这转圈圈 那这些都是县港的特色哦 啊 可以我们看一下这边呢 是非常特色的咖啡馆 那我们刚刚有在那边呢 啊 品尝咖啡 县港是真的非常棒的一处休闲度假的圣地 那啊 每个月了过来 或者是每两个月过来玩一下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呢 消费也不贵 哇 这个沙滩沙子太热了 但是一般的傍晚出来玩的特别多人 哦 还有各种海上项目 在哪里 那人家在练这个橄榄球吗 还是沙滩排球 去那边吗 啊 哇 是真不错 人手 沙滩特别细特别白 而且海水湛蓝湛蓝 那这里位于南海的中部了 这个位置非常优越 早晨出来的有点早 一般呢 是傍晚人比较多 那这里还有各种水上游泳箱 好了 现在找个地方去喝杯咖啡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朋友们 还有如果想来啊 那县港游玩的可以体验一下啊 那也可以给自己的朋友分享一下 好了朋友们 拜拜 中国大叔Steven在越南县港 祝大家生活愉快 工作开心 家庭幸福 哇 这好浪漫的新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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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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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县港 海滨度假省庇社 来看一下朋友们 上哪个地方 哇,太舒服了 真正的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越南王冠假日酒店 在越南县港 真的是出来好位置 看一下度假胜利 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太舒服了 从这里到海滩一百多米 其间有各种的高中低水位的水池 可以供小孩来游泳 对面是观音山 巴拿山 休闲度假,好地方 越南县港 皇冠假日酒店 放大一点 人比较少 海南沙戏 海南沙戏 安静 可以听海浪的声音 皇冠广场 度假酒店 在县港 稍微靠海边一边 稍微靠海边一边 它这里还有毒厂 建筑 建筑是很宝 很舒服 设施也很现代化 应该是新修没多久的 哇 今天跟一个朋友过来 我们没有带胡椒 不能进去了 他去 里边赌一下 玩一下 哇 真的很棒的 度假相比 有限港 所以一晚上要3300人 美国